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有請彭總裁 總裁好 這個 有幾個問題 是有關於銀行方面 想要來跟你請教 我們現在 台灣的銀行體系的總存款 金額大概是多少 應該是三十四兆左右 三十四兆左右 這個數字能不能精確一點 銀行體系現在我們的總存款 換款大概是二十六兆 我記得沒有錯應該這樣 總存款是多少 沒有兆 三十四兆五千億 三十四點五兆啦齁 三十四點五兆 沒有錯 總放款 應該是二十六兆還是二十七兆 二十六兆三千億沒有錯 所以二十六點三兆 所以總共還有多少兆還沒有放出去 應該 三十四等二十六應該有八 八點二兆 對 所以我們銀行體系現在有八點二兆 是沒有放出去的資金 但是不能這樣講 因為銀行要提存款準備金 所以我就看到你的 銀行要提存款準備金 對啊你的二十七月啊齁 你的二十七月有講啊 那這個銀行他們提的存款準備金 對 以及那個郵政儲金 以及其他銀行轉存到央行來裡面 對 這個轉存 中華油證是一兆六 對 對不對 對 其他銀行是轉存大概五千 五千六百 就是這樣啦 這個硬體準備齁 是一點六兆 那個轉存款是二點二兆 那麼吸力呢 是六點七兆這樣 那錢這個鈔的錢都被中華人收回來 不是啊 剛才我們還有八點二兆還沒有放出去嘛齁 對 那現在這個 呃 郵政儲金轉存銀行 轉存央行是一兆六嘛對不對 對 1.6兆嘛 對 然後這個其他銀行轉存央行是 呃 0.56兆嘛 對 所以加起來是大概 2.2兆嘛齁 啊然後呢 準備金 1兆6嘛齁 那這樣交起來多不容易啊 欸 啊銀行還有其他資產啊 那這些資產做什麼 銀行 銀行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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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負債啊 這個是主要的資產負債表裡面 主要的負債主要的資產 那還有其他項目啊 那沒有負債啦 總裁 我為什麼要跟你多這個數字呢齁 蛤 我們銀行現在呢齁 台灣百業蕭條喔 對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的金融業啊 對 銀行業啊 對 是連續好幾個月啊 營收都非常好喔 這個原因何在啊 為什麼這個銀行業這麼厲害啊 我們現在呢齁 台灣用低的存款 利息 在台灣地區吸收存款 但是呢 這些銀行呢 用擔保信用狀等等一些假貿易的這個 做這樣的手法 把資金轉到中國去耶 帶給當地的台商跟中國的企業 獲取較高的利息收入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金額都不容啊 差大概四兆左右啊 四兆五兆 這四兆五兆呢 就是我一直在追 存款這麼多 三四點五兆 嗯 但是放款出去只有二十六點三兆 但是轉存央行跟 準備 加起來 也不過兩三兆 那差二還有差五兆左右 學委員 我會後 我會拿一張詳細的報表 一項一項 加起來給學委員參考 絕對鬥鬥鬆 這五兆就是我們現在的銀行 把這些錢 歐隆施鬥 這樣 繞到中國去耶齁 去賺取那個利差 當然好賺啊 當然好賺啊 那這個 使得呢齁 我們國內 會有什麼現象 總裁你的報告裡面寫得很好啊 我讀了兩次啊 剛才看你這次便當的時候 我讀了兩次 第六頁 民間投資呢齁 標題雖然寫穩定成長 但是齁 我不會只看標題 我看內容 那個 第三行 第三段的第二行 本年七月八月 資本設備進口衰退 十七點九四巴仙 七點七四巴仙 顯示民間投資支出 審勝了 我們對國外進口設備 投資 就是 下降 為什麼 國內在銀行 國內的銀行 放款 不願意 壓低利息來放款給國內的業者嗎 事實上我們的放款利率齁 家權平均放款利率只有2.2% 我們的放款利率很低啊 但是2.2%對很多中小企業還是很重的負擔啊 當他是借錢來投資借錢來買機器設備的時候 他就會很重 所以 總裁 我在這裡跟總裁 1.355耶 我特地今天來跟總裁告狀 您底下那些銀行 現在正用這一種鎖法 在台灣西收低的存款 歐龍寫得 繞到中國去放給台商 至於我們台灣這裡中小企業 於不顧啊 不會 就委員報告 我們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放款保證議員是 除夕的上漲 你去看看那條線喔 有喔 我有看到是上漲沒有錯 對啊 除夕的上漲 我們的對中小企業是在其他國家裡面所羨慕的電箱 甚至歐巴馬才要成立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那不然為什麼會這個 那是因為他銀行有過多的資金 他不要找趨路嘛 他因為台灣就是說台灣的資金需求 不夠強 只要台灣資金需求強的話 當然就放出去嘛 因為台灣的資金 我有超貨儲蓄嘛 超貨儲蓄當然一拿就要找趨路啊 大概 三四年前 大概三四年前大概有十兆啦 也就是說我們總存款大概三十兆 總換款大概二十兆 有十兆啦 最近咧齁 少了五兆 少了五兆 那 這個咧齁 我們總是要去看看 總裁您有一個職責就是把台灣的錢守在台灣嘛對不對 我不必 錢一定要留在台灣啊 老百姓這個錢要怎麼樣的使用 這是老百姓有權利啊 那 那你只要全 我跟委員報告 總裁 一個國家 台灣是不是一個economy 台灣是一個經濟體嘛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 一個國家 我們國家是經常在有順差的國家 對不對 我們吃口大於進口 我們吃口大於進口的話 我們對外的債權 就大於對外的債付嘛 那對外債權的增加 這個錢一定會 跑到國外去嘛 一個經常在有順差的國家 他一定是keep the outflow 那個那個是國際收支啦 我們現在是國內的存款 存款的問題啊 存款就是說 我們的資金已經無 無疑嘛 我們資金已經提供足夠的資金 讓 那個企業投資只有 我們的 我們的 成長率一至八月應該是有4.5% 我們台灣現在很多中小企業主 都覺得錢不夠啊 哪裡不夠 我們 他們覺得利息太重啊 我們台灣還有特色的一個基金 就是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這是台灣特色的現象 我們對中小企業可以提供保證 所以中小企業放緩 持續的成長 所以我們現在銀行呢 現在喔 大概有四兆五兆的錢 你看起來它是別的資產 但是其實呢 是用各種 一一回的手法 會到中國去 這些錢本來是留在台灣 再過一段時間它會利息就會下降了 我們的中小企業就有便宜的資金可以借 它就可以購買國外的機器設備 它就可以讓我們的年輕人有工作 但是呢喔 因為它用這種一回的手法 我研究擔保信用狀 我當然知道這很容易啊 我用一個擔保信用狀 就可以轉多少錢出去 這個委員報告呢 台灣的平均換款利率只有2.2% 這個利率已經很低了 2.2%你如果以一個中小企業主而言 它還是很重呢 它還是很重呢 我們今天 如果能夠讓台灣的利息一直壓壓到 這個換款利息不到1% 我不相信台灣經濟會不好嘛 台灣的投資一定開始會暢旺嘛 日本現在就開始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你只要能夠把這個台灣的錢 你看勞工在台灣賺了薪資 存在台灣的體系 那麼銀行要把它在台灣投資 勞工才有工作 那徐委員講你要利率加到0.2% 那全款的利率更低啊 那勞工的全款利率根本就沒有利息收支 只要是我們國內循環沒關係嘛 只要是我們國內循環 國內勞工的薪資存在銀行 那銀行借給7月7月讓勞工有工作 這是一個economy的循環嘛 對啊 那我們現在是斷流了嘛 沒有啊我們金融仲介暢通無止啊 啊 我們現在金融所扮演這個疏導資金的功能 那個channeling的功能現在呢喔 死在中國去了啦 沒有啦 出問題才會在這裡 在這裡啊 你看看你現在喔 我看委員報告啊 當我年輕的時候進入銀行啊 他是已經拉全款了 現在的年輕人進入銀行是拉換款的 要做換款的 你就知道現在銀行的經營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總裁你要好好的去替我去把這個關啊 台灣的錢只有在台灣的企業可以借啦 銀行要吸進到中國去我不反對啦 但是你去中國吸收人民必須放給那邊的台商啦 在台灣吸收的存款只能放給台灣的企業啦 這樣我們的台灣企業才有便宜的資金 可以來繼續投資人民才有工作啦 你總不能夠在這裡吸收的存款 拿到中國去借給那邊的台商 即使是台商他也應該是在那邊自己去籌資嘛 我們沒有反對吸進嘛 但是我們希望說這裡的資金是留在台灣 讓台灣的企業來借嘛 台商在大陸賺的錢呢 在我們的合併報表裡面也會出現在我們企業的英語裡面啊